目前是跑四萬一千公里 那我們開家會開在大概 Hi 大家好 說明 今天呢 我們在台中買了一台 981的KMAN S3.4 重點來了 是自然進氣的 各位 自然進氣真的是越來越可貴 隨著日新月異進步的科技 還有環保法國外的越遠格 你現在要買到自然進氣 只能說是非常非常非常難 而且需要很多的錢 你買到全新的GT4 4.0 那一台最低入門的自然進氣 你知道要準備多少錢嗎 491萬加選配 你起碼要準備500萬到500多萬 反正你選一選隨便就很貴就對了 所以我一開到車 我就覺得內心非常非常澎湃 就算你不看增值性 它的保值性也會有好不好 那我現在呢 就要從台中牽回台北的路上 我想要順便來測試一下 到底這種純種跑車3.4自然進氣 7速PDK雙離合器 在高速巡航的情況下 那我現在用Google導航看了一下 回去的距離是135公里 我現在在休息站的加油站旁邊 我當然就把油箱加到跳槍 直到下交流道馬上去再加一桶油加到滿 看這135公里會消耗多少公升的油 那我也會順便把車上的行車電腦給歸零 來做一個比對好不好 看實際的油耗跟行車電腦的油耗來PK一下 還有這台車沒有定速也沒有自動跟車 也就是說我的腳就是定速好不好 我會盡量開在90到100中間好不好 這個安全速限的範圍之內 以及符合法規來測試一下這台車的高速油耗 到底有沒有可能拿來做日常通勤使用呢 各位我們總共加了48.33公升跳槍 然後里程電腦也歸零了 OK馬上上路 MING PAO 各位現在我們已經回到台北了 然後我又把油箱加到跳槍了 總共加了10.03公升 也就是說138公里 我們總共花了10.03公升 所以換算下來一公升大概是 跑13.8 那再看一下行車電腦 行車電腦的話是 一公升可以跑14公里 所以我們測試下來比官方公布的還好一點 因為官方網站上面寫說 13.1 那我們測試下來大概是13.8到14公升 我覺得還算OK 這個油耗還可以接受 各位今天要跟你們介紹這台 Kamen 981S4一台脫單神器 各位你想想看 當兩個人close在這麼密閉 狹小的空間之中 搭配BOSE的音響 放下催琴的音樂 以及沸落萌香水 我不信你不成功 不是對你沒感覺 而是你沒有跟玩命買寶石結 好不好各位 即便你是已婚的人士 你也可以重新跟老婆找回這種 兩個人一起出遊 一起出去的感覺 像我跟老婆已經一年沒看電影了 我一買到這部車的時候 我馬上帶我老婆去看一下電影 享受一下約會的感覺 這台車是一台 國產油耗 進口車格 完美保值 公司聚餐尾牙 婚宴婚商喜慶 同學會 潮流聚會 時尚聚會 各種成功人士交流聚會出來 非常方便的一個工具 就如同你帶勞力士 愛馬士 開寶石結一樣 只要出去 你就是話題 不要鬧馬上帶你們看一下這台車 各位我們先從外觀的部分開始看起來好了 各位 這是2013年的車 現在已經2021年了 這個外觀你們覺得有退流行嗎 各位這就是寶石結 我敢跟你們打賭 到2022年的時候 這台車還不會退流行 假如它退流行的話 麻煩你帶著這台車來找我 2022年我全額退費給你 再送你一台寶石結 好不好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寶石結它的價值 永遠都卡在那邊 HID 魚眼頭燈 而且你們看一下這個車 這個頭燈的部分 這個通透感有沒有看到 這個車一定是車庫車 假如是停在太陽下 燈殼應該已經霧化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通透感超棒的 兩條日行燈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看 我覺得這個GT4大包 遞改的項目之一 真的是有差 跟這個一般的CAMON比起來 這個大包改上去 我覺得會從90分變成150分 好不好 整體戰力加強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車車的部分 這個框也是換掉了 但這個框不是原廠的框 只是改副廠的改裝框 加上這個副廠的Logo 不過原廠的框以及原廠的彩色Logo 目前都還收起來 所以如果下一個車主要的話 其實可以把原廠的框 還有這個彩色Logo給換回去的 我覺得這台車的配色 我個人非常喜歡 因為很簡約很簡單 就是黑跟白 合適性是黑的 車身是白的 卡蹦進氣孔 那個護板又改成黑的 有沒有 就是這個車是我喜歡的配色 這種質感的改裝 不會讓你覺得 改的很糟糕很噁心這樣子 你們知道這個叫什麼弧度嗎 成功的弧度 一開始我看到這尾音的時候 我覺得怎麼會那麼抬 這尾音也太大了吧 可是說真的我擁有 我開了一陣子之後 我覺得好像可以擁有 這尾音也蠻好看的 我有想到以前 我大學的時候 第一台車Focus 我可以把照片給你們看 我那時候也改了一個很大的尾音 然後同學們都笑 我覺得我很抬 我很噁心 玩命怎麼是這種人 我跟你講同學們 下次同學會的時候 我就讓你們看見 什麼叫做成功的弧度 真的還蠻好看的 我覺得 下面還加了一個小尾翼 就兩個搭配這台也不錯 然後這個尾翼在時速 好像120的時候 它又會自己拉起來 那這尾翼還有一個好處是 每次在開車的時候 你只要看一下後視鏡 你就會看到那個尾翼出現在後視鏡 很爽 就是有那種在開跑車的感覺 最後呢 還秀了這樣一個Porsche 然後下面加一個GTS 再次畫龍點睛 告訴你這台車是GTS 不過我跟你講 一般人根本看不出來是GTS還是GT 一般人只要看到保時捷外觀 你叫我去分出來 我都不一定分得出來 要真的很有研究的人 才可以分出來保時捷系 不然一般人看到保時捷說 這是保時捷 下方呢 一樣改了一個很誇張的Diffuser 搭配中出式雙出排氣尾管 門板採用這個無窗框的設計 然後門板的按鈕以及金屬的質感 保存都是非常的完好 還有些微的使用痕跡 不過這個真的認真處理起來 是可以處理掉的 各位重點來了 這台車還搭配了BOSS音響 讓你在無數的夜晚 陪伴著無數的妹子 各位接下來我們看內裝空間部分 整個車使用的貴氣深藍色 這個椅子採用幾皮的座椅 所以它的防滑效果非常的好 那我們看一下旁邊左邊跟右邊 都還沒有崩壞 那代表這台魚車的原車主 應該是身材稍微比較苗桃的 以及它上下車的使用情況應該非常好 不然這個左邊右邊 應該會有點崩崩的感覺 所以這個椅子的使用狀況還不錯 我們通常都看架子座 保時捷三幅式真圓方向盤 帶超大的換檔撥片 而且各位 它這個方向盤上 這邊還有寫個Sport跟Sport Plus 然後這邊還有Launch跟Launch Control 就是一些功能可以整合在這個方向盤之中 然後搭配了保時捷的三幅式三圓儀表板 那這台車的原數目前是41236公里 那基本上這台車是二手車 所以我們還是要看一下它車內空間的使用狀況 我現在整個車看起來 從我一坐近到現在 我第一個會研究到底這台車有沒有抽煙 因為有抽煙的車 那個煙味會比較難去 不過我現在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聞到煙味 接下來再往下看這些 從這些計時馬表還有時鐘 以及往下來這些按鈕呢 觸控狀況都是非常的不錯 都沒有拖漆或掉漆狀況 所以都不用整理 非常好 這邊寫一個PDK 再次告訴你它是PDK變速箱 基本上裡面的車式空間表現得非常的不錯 各位現在呢我們要進行KMAN S的道路試駕 來喔準備好了沒 我先把那個切到Sport Blast 感受一下什麼叫做KMAN自然進去3.4保時捷底盤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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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是有 有會有一種很強大離心力的感覺 有 我剛剛有點緊張欸 哈哈 感受到那個強大的離心力 對 我們剛剛不是不講話欸 是已經被那個離心力給震懾住了 你知道嗎 真的 而且我剛剛油門大概一半而已 我是真的一半而已 因為我是一個開車很保守的人 那一半的時候我就想說喔我還有家庭 沒有我就踩到一半 對我剛剛有一點進入0的領域的感覺 有沒有看到三天避利車 不講話的時候我已經進入0的領域了你知道嗎 就旁邊好像星星好像什麼都飄過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直接進入那個空間了 然後我又回想一下我右邊這位人兄 下個月要結婚了 我又回想到保羅沃克坐到保時捷裡面 所以我決定慢下來 跟大家好好聊天 不過我想知道這個車沒在開快 因為我想真的它真的沒有很快 就是你要比這個直線齁 你現在隨便買個100萬的電車碾壓啦 就是存這個直線啦 如果你們報告一下這台車的條件是 2013年出場2014年式的KMAN 3.4S 自然進氣MR中置引擎後輪驅動 重點各位來了 搭配保時捷最引以為傲的7速PTK雙離合器 改了GT4的外觀 等於只要買到KMAN S的價錢 就可以開這個有四五百萬的價錢出去好不好 保時捷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保子捷 也就是說這個車子呢 以後只會越來越少 因為所謂這個法規 未來科技的關係 以後電車跟渦輪車一定會越來越多 所以自然進氣的車一定會越少 那這台車的里程數 目前是跑四萬一千公里 那我們開家會開在大概二二三點八 如果有喜歡的朋友可以視訊我們觀眾朋友留言 那如果有任何買車 孤車賣車問題也可以視訊我們 喜歡我們頻道別的訂閱追蹤分享 如果我們有好車會繼續跟你們分享喔 玩命最近也開了一個蝦皮頻道 陸續會放一些寶貝上喜歡的話 可以再一次那個蝦皮跟我說也可以 各位那拜拜囉 好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